那些台灣人他們當時定居的範圍大致上是在石原島的名藏區域 鳳梨田大多坐落在靠山邊排水良好的地方 另外在林發那本書裡面也有拍到一群很特別的身影 他們是台灣來的鳳梨女工 嗨大家好我是便當 上一集我們有提到石原島的名藏地區曾經有過台灣人移民的歷史 這一集我想要多補充台灣人移民歷史的背景因素 以及我自己覺得很可惜的部分台灣人對石原島觀光的印象就只有停留在郵輪 然後就是下船購物購物而已 那我自己會覺得很可惜希望再多介紹一些關於石原島旅遊的資訊會放影片最後面 再來我也會透露為什麼我近期拍了很多跟沖繩有關的影片 其實跟我創作的小說有關係 那廢話不多說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去過沖繩旅遊朋友應該會發現他們有一個特產是鳳梨 雖然對台灣人來說好像沒有山苦瓜作為特產來的有名或者驚悚 總之沖繩地區的鳳梨最早是日治時期的台灣人移民過去的時候帶過去種植的 最初的種植地點就是選擇在石原島 日本殖民台灣的這段時期就是看中台灣的氣候 所以很嘗試想要在台灣開發出生產鳳梨製造鳳梨罐頭的這個產業 當時生產鳳梨罐頭的第一大地區就是夏威夷 所以日本人他們就引進來夏威夷的開櫻種 然後跟台灣原本的再來種去做對比 看哪一個品種比較適合做成鳳梨罐頭 最後的結果是開櫻種勝出 而現今我們大部分所吃到的鳳梨呢 絕大多數也都是有開櫻種的品種 但是在討論鳳梨該種開櫻種還是再來種之前呢 那個時候分兩大派系 一派呢是比較舊商人主持的 然後有包含台灣跟日本的商人 他們希望維持原來傳統的再來種 另一派是比較大的財團東洋 然後背後有政府在努力的支持成藥 他們希望能推動開櫻種的改良 好讓罐頭的品質提升 而這大兩大派系的競爭也就造就台灣內部鳳梨的戰果時代 一場混合不同商人利益之間的品種大對決 這些糞亂總督府當然看在眼裡 政府希望就是能整體提升台灣鳳梨罐頭的品質 所以一直在設法找機會讓開櫻種推廣出去 擴大種植更適合製成罐頭的開櫻種 經過多次磨合以後 總督府決定用強硬的方式 來共同組成一個台灣合同鳳梨諸事會社的組織 一次將所有台灣鳳梨罐頭相關的產業都做合併 如此一來也能確保他們生產的方式都是統一用開櫻種 品質也可以得到改善 這麼強硬的做法當然就逼走了一些人 像是台灣人林發 後來他就帶著一批台灣人還有鳳梨來到石原島這個地區 開始種鳳梨 算是整個沖繩地區最有名的一個台灣商人始祖 算是石原島的鳳梨大王 他也將自己種植鳳梨的一生寫成了這本書 是相當寶貴的一本史料 裡面放有很多鳳梨田還有鳳梨罐頭員工們的合照 而當時種植鳳梨的台灣人故事呢 在紀錄片海的筆端裡面也有訪問到當時候的人 玉木阿嬤 他的先生早期也是跟隨了林發 一起到石原島種植鳳梨的其中一個人 戰爭期間也回到台灣 後來又再次回到石原島定居 然後就在那邊過了後半人生 那在另外一本書《巴雄上的台灣人》裡面 也寫到更多關於這些台灣人的故事 正如我上一集影片有介紹到了 那些台灣人他們當時定居的範圍 大致上是在石原島冥藏區域 鳳梨田大多坐落在靠山邊排水良好的地方 另外在林發那本書裡面也有拍到一群很特別的身影 他們是台灣來的鳳梨女工 關於這群人女工的歷史故事呢 有一本書叫《李返留守》 在裡面有做了非常多的介紹跟訪談 由於整個沖繩地區每到甘蔗或是鳳梨 比較旺季的時候都會有缺工的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琉球政府跟台灣中華靈國政府就談了合作 鼓勵台灣農村的婦女短暫性的移工到那些地方 尤其是比較小的島嶼 例如南大東島這邊就有非常嚴重的缺工問題 書中也有訪問一個女性叫春子 她是在老家農村人力過剩的時候 然後跟隨夫家的人一起來到了沖繩 一開始工作的地方是小冰島製糖廠還有西表島鳳梨罐頭 上面還說在沖繩的前幾年都是吃罐頭 根本沒有吃過新鮮的蔬菜都是為了要省錢 但是有的女工是只剩一個人跑到沖繩來打工 有的人在台灣有小孩就會很長一段時間沒辦法見到媽媽 裡面還有講到沖繩男性對於台灣女工的凝視 來自牧曲真駿的小說《魚群記》裡面 提到沖繩男性對於台灣女工的性幻想 而作者自己也有說透過《魚群記》的書寫 她反省到沖繩不再是日本帝國壓迫下的被害者 對台灣女工來說沖繩也然也是加害者跟歧視者 然而這群女工的生命故事其實是非常多元的 不是簡單的被壓迫被迫勞動就能簡單說明 這也是作者為什麼想要寫這本書《梨返留守》 家裡曾經種鳳梨的石原島當地人就說 在自動生產鳳梨罐頭的機器出產之後 鳳梨女工的生意也漸漸消失了 不過這個地方跟台灣的聯繫還是持續存在 像是蘇澳就跟石原島是姐妹室 會舉辦帆船比賽 另外疫情前也有從基隆出發去石原島的郵輪 對於當地的觀光業者來說這個是非常好的機會 一些在市場裡的台灣人也說 郵輪真的為他們帶來很多的生意 所以疫情那段期間真的對他們的生意影響非常大 這次我去石原島旅遊的方式 其實是租當地的Gogoro機車 沒錯這邊也有Gogoro 個人覺得這裡的道路車量非常的少 然後路也都非常比值非常好騎 只不過要注意因為這邊野生動物非常的多 所以騎車的時候真的務必要非常小心 不要不小心撞到動物 其實我認為比起郵輪來說 真正的環島才比較能認識石原島的美 有時候騎人你可以隨便找一間小店進去裡面休息一下 體驗一種住駕的風情 市區裡面有一些特別的小店可以挖掘 像是這間二手書店 或者是選擇逛一下博物館吹一下冷氣也OK 到了晚上又是另一種風情 就是有非常多的居酒屋 有很多日本人也在這邊跟朋友們聚會 喝酒聊天 而說到石原島最著名的料理 莫非就是石原牛 在這裡有非常多間店可以選擇 不過大多數的店是服務日本客人為主 而且一個人去吃比較難找餐廳 而我去的這間剛好可以供應一個人的燒烤 我選擇的是8800日幣的套餐 肉質不算是這裡面最頂級的 但是部位非常的多 可以吃到比較多樣的變化 石原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我不知道可以用什麼樣子的魚人來形容 反正那樣子的牛肉真的是物超所值 我之所以會開始關注石原島還有雲納國島這些地方呢 主要是因為我創作第二部歷史小說安雅之地 背景就有提到過去在沖繩的這些台灣人故事 那關於我的小說裡面在說什麼呢 我會在做下一集的影片做介紹 還請大家拭目以待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